艺人何宇文 当年顶着政大高材生闯新途 43岁那年 他规别8年的婚姻 勇敢做自己的公主 因为我们认识大概 其实一个半月 我前夫就跟我求婚了 然后其实认识才3个月 我们就已经先去护证登记了 所以因为登记就有法律效力 然后你合不合得来 我们就把它摆后面 个性 家庭背景都不同 他们从互补到不合 中间的阵痛期 让何宇文跟先生都相当难受 我们好像就活在这个 幸福的表象下 但里面是暗淘汹涌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作息 我们的生活步调 我们的性格 我们热爱的兴趣是不太一样的 不论在公园和女儿玩游乐器材 还是味乳奶 何宇文口中的先生是100分的爸爸 他给两个女儿满满的爱 但何宇文却在妈妈太太的角色里感到空虚 渴望爱情不灭的他 不认为自己也在那个幸福蓝图里 他对我的关注力没有以前这么的显著 我知道问题有一些是在我自己身上 比如我知道我需要注意跟关怀 我其实先回到演艺圈工作 因为我演艺圈是很容易得到关注的 从学霸到学生艺人 再到节目的搞笑花旦 他都可以得心应手 但八年白开水般的婚姻 他始终适应不了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